叶斯 杭州砸一百万引进的这个快递员 告诉你人这一生到底在为谁打工 快递小哥呈高层次人才的消息上了热搜 连他自己都被感惊讶 但了解过才发现 正是因为他把工作当事业 潜心钻研业务 才在自己的职业领域闯出了一片天 360行 闲航出状元 还请不要把工作当成贩卖时间 只有认识到是在为自己打工 不断提升自己 才能掌握未来的主动权 前几天 朋友圈被一个快递小哥刷了平 95后 高中文化 却和李佳琪一起登上热搜 他作为高层次人才 直接落户杭州 并获得一百万购房补贴 新一县城市杭州 户口含金量无需多严 不知有多少人挤破了投降落户 但一个年轻的快递员 竟被官方引进 还是地类高层次人才 不仅可以优先摇好选房 一百万购房补贴 三万块车牌补贴 还能在医疗保健 子女上学等方面享受照顾 和他一样被评为地类高层次人才的 还有我们熟知的知名网络作家 南派三叔 全国有三百多万快递从业人员 凭什么是95后的李庆衡 连他自己都倍感惊讶 快递小哥平时送送快递 怎么可能跟人才搭边呢 看了他的故事发现 其实李庆衡的成功 真的有迹可循 从事快递业的五年里 李庆衡每天都在自讨苦吃 刚入职的时候 他是在客服港 这个职务相对轻松 不需要参与配送环节 只要沟通客户 记录异常 提交反馈之类 但他却想不去一线经历 怎么更好的服务客户 于是他主动申请支援一线 早上五六点到岗 晚上十点才回家休息 卸货 粪检 扫描 装车 有一次 一个客户下单了一批演出服 可是商家发货太晚 李庆衡接到客户催单电话时 已经是演出前一天晚上了 从杭州发往重庆的快件 还停留在杭州转运中心 正常情况最快也要两天 作为客服 李庆衡本不用负这个责任 但为了帮客户赶上第二天早上八点的演出 他跑到转运中心 硬是花了一个多小时 从众多快递中找到这个包裹 之后 马上联系机场第三方货运站 将包裹空运至重庆 航班起飞了 他还不放心 又联系重庆转运中心人员 拜托对方尽快送达 最后 本还需要两天时间的包裹 竟在当天晚上就到了客户手里 后来转到奋检员稿位 李庆衡每天晚上都要把收来的快递 赶在清晨之前分好 保证第二天以最快的速度发出去 久而久之 他开始练起一项提高效率的绝活 一秒快速奋检 只要看到快递单上的地址 就能马上背出对应的城市 区号 邮编以及航空代码 为了将这些信息烂熟于心 他没少下功夫 以至于有些走火入魔 在大街上看到汽车车牌 就会在心里默念 这 杭州 邮编310000 区号0571 机场代码 HGH 不止如此 他还能从数百件物品中 一眼就把固体胶 U盘 打火机 人民币 乒乓球等航空竞技物品 扫描出来 能在12分钟内 做出19件快递的派送路线设计 用最少的时间 最短的路线 确保快递准时准确送达 1万小时定律说 要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 需要钻研1万小时 按每天工作8小时 每周5天算 成为高手 至少需要5年 李庆恒就这样 在快递行业钻研了5年 获得了浙江省快递 职业技能竞赛第一名 又被省社保厅 圣与浙江省技术能手称号 高层次人才资格的认定 就是来自于他过硬的业务能力 你说他做的这些钻研 都是有必要的吗 未必 作为一个快递员 按部就班的份检 派送 收取包裹就行了 反正做一单就挣一单的钱 主动帮客户解决问题 做很难的技能训练 根本就是分外的事 既不会涨工资 还耽误时间 怎么看都很吃亏 但就是那些埋头费力搬起的砖 竟在不知不觉中 搭成了一座桥 让他通往了命运的惊喜之地 很励志是吧 其实这种改变命运的机会 你我都曾经拥有 只不过我们都被打工者思维局限了 二 什么叫打工者思维 有人总结得好 老板给多少钱 我就出多少力 老板不多给钱 我才不多出力 我拿四千工资 就只干四千的事 多了也白干 工作嘛 又不是给自己做 让我多干活 先让老板给我涨工资 听起来天经地义 但这背后有一条深层逻辑 常常被忽略 把工作当成贩卖时间 实际浪费的是自己的时间 前几年 我曾在家附近的健身房报过私交客 不过练了几个月 我越来越觉得体验不佳 倒不是私教有什么问题 而是一来这家店通风效果不好 所有人汗流加倍 聚在一间屋子里 气味当然难闻 二来配套浴室也不够 人多的时候 还得排队洗澡 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转而去了附近环境更好的健身房 我跟私教提建议 你们改善一下配套环境 能多留住客户 你在老板那里也能系上一工 没想到他却说 你说的这都是行政该管的事 我就是个教练 你说我操那么多心干嘛 老板又不会给我多加一分钱 是不 典型的打工者心态 对得起自己的薪水就好 我好心讨了个没趣 赶紧闭嘴 之后也无奈换了家健身房 大概过了半年 看他发了条朋友圈声明 已辞职 我想着借此和他聊聊 他却抱怨起来 拉倒吧 干了几年 还是一点提升都没有 工资不涨 老板也不重用 此处不留业 必有留业处 听起来是很潇洒 其实不过是自降身价 可想而知 再换一个平台 他还是会只看眼前的事 比较着付出与得到 不知道在行业里 多掌握一个诀窍 远比每个月拿多少工资重要 得不到想要的回报 又会开始愤怒 委屈 再一次跳槽 最在意的是工资 可最快失去的 恰恰也是工资 偏偏也是这样的人 最爱抱怨大环境不好 老板眼瞎看不到自己的努力 别人凭什么就能升职加薪 这就是打工者心态 贩卖自己的时间 能卖出一点是一点 永远不会思考 如何让自己升职 哪怕有着十年的工作经验 也可能只是 把一年的经验 重复了十次 三 心理学家武志宏 讲过一个故事 做一棵永远成长的苹果树 有棵苹果树 好不容易结果了 第一年 他接了十个苹果 九个被摘走 自己得到一个 苹果树觉得很不公平 干脆自断经脉 不再成长 到了第二年 他只接了五个苹果 四个被摘走 自己留的一个 于是 他爽多了 哈哈 去年 我只得到百分之十 今年 我得到了百分之二十 算下来 我拿到手的翻了一倍 可苹果树忽略了 他其实还有另一种选择 继续成长 就算第二年 他接了一百个果子 被拿走九十个 自己也得到了十个 或者可能 他被拿走九十九个 自己只得到一个 但没关系 他还可以在第三年 更加枝繁叶茂 结出一千个果子 其实 得到多少果子 都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 他一直在成长 等到他长成参天大树的时候 那些曾经的烦恼 阻碍他收获的力量 都会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但他却选择了混日子 为此付出的代价 是自断经脉 自废武功 故事的最后 武之虹写道 你是不是一个 以自断经脉的打工族 你觉得就像那棵苹果树 接出的果子 自己只享受到了 很小一部分 与你的期望相差甚远 于是 你愤怒 你懊恼 你牢骚满腹 决定 不再那么努力 让自己的所作去 匹配自己的所得 几年过去后 你一反省 发现现在的你 已经没有刚工作时的激情和才华了 这是最可怕的结果 你已经停止成长了 可看看你银行卡上的余额 看看自己 要交的房贷车贷 再想想 停止成长之后 你还能在岗位上混个几年 赚多少钱 曾看过一位华为高管的分享演讲 他感慨说 如果现在 让他应聘这个公司 他连简历筛选都过不了 因为现在挤破头想进来的 哪个不是名校毕业 海归高材生 要不是当初跟着大佬混 能吃苦能受累 背着投影仪 就去村里卖设备 积极参与几个国际超大项目 各种拼命打怪升级 可能也就是个普通白领 中国有句老话 能者多劳 但放在现实社会 其实你要反过来读 多劳才可以成为能者 这个时代 变化太快 当你习惯了得过且过 抱着多一试 不如少一试的心态 随时都有准备好了的 后浪 把你拍在沙滩上 连华为高管 都如此有危机感 何况我们这些普通人 背景 经验 财富 人际关系 这些我们都没有 唯有戒掉委屈 拥抱变化 如果你要问 这一生到底 是在为谁打工 其实 经济学家薛兆锋的一句话 早就到出了真相 实际上 每一个人 每一个时候 都是在为自己的简历打工 不管公司能维持多久 这份简历会 一直陪着我们 你把工作当成工作 基本上一辈子 就是做一天和尚 撞一天钟 你把工作当事业去奋斗 得到的一定比你期望的高 四 电视剧 《女不强大天不容》中 有这样一句台词 拿两千块钱的薪水 要有一万块钱的发 你如果打算就钱做事 那你一辈子 都是给人打工 且暗无天日的命 2014年 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 马云选择了八个阿里巴巴的客户 作为敲钟人 其中一个 是位来自吉林农村 初中都没毕业的北漂快递员 斗立国 斗立国和时任阿里副总裁陆赵喜 为什么是他 纵观斗立国的职业生涯 你会发现一点也不意外 2008年 快递行业并不发达 工作也受歧视 每天早出晚归收入还不足20块 别人都累了倦了想换工作 斗立国却想着怎么解决问题 为了让人记住自己 他自掏腰包印了一万张名片 见人就发 十个人中有九个都不要 拿到后扭头就扔 还骂他碍事 他就顺着路走回去 捡起来 吹一吹 擦一擦 第二天接着发 后来 他又在名片上加印了一些订餐 订水的信息 提供周边信息服务 就为了让人留下名片 下次寄件时能想到他 别人快递送到就走了 他还会跟客户聊天 了解他们的喜好 给他们送点小礼物 有位老客户快退休的时候 斗立国给他送了一束鲜花 让老主顾很是感动 京城那么大 又很堵 在导航软件没有出来的时候 斗立国甚至手绘了不少路线图 哪条无名小道通向哪里 哪个地方可以超近道 哪条路最容易堵 他都一清二楚 一个从山里走出来 没有太多文化的快递小哥 就这样在五年时间里 挣到了二百多万 还成了马云的座上宾 如果斗立国想着 劳动就是为别人打工 他可能永远无法获得这样的价值感 如果他只看到能拿到的二十块 可能永远也赚不到一个二百万 人和人的差距就是这样拉开的 为别人发的薪水打工 只快计较抱怨 为自己的简历打工 你值多少钱 自己说了算 五 屁股决定脑袋 这句话太正确了 当你坐在大工仔的位置上思考 你只是祈求强者的给予和怜悯 但当你坐在主宰者的位置上思考 你获得的就是强者的成长和壮大 没有一份工作不辛苦 别矫情 你现在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为你的简历挤上天花 做一棵永远成长的苹果树 你的未来才能由自己塑造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